谢谢我的兄弟 Phineas 谢谢我们做的 我爱你 谢谢 OK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今年格南美颁奖典礼上的 亚洲大奖 年度制作 Rekord of the Year的获奖作品 那它就是来自 Billy姐 Billy Eilish的 Everything I Wanted 歌名的意思就是 我想要的一切 OK 这首歌 其实在2020年的1月份 就已经发表在 Billy她自己 YouTube上面的频道了 至今也累积了 有两亿多的播放量了 这首歌主要要写的 就是关于 Billy与哥哥 Phineas 他们之间 坚定不移的兄妹情 那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在2019年 Billy Eilish呢 他红遍了大奖南北以后 那人红就是非多嘛 然后身居高位 难免就受到一些人 在言语上的羞辱 或者是攻击 那包括当时 他联名的服装单品 也因为涉嫌 某项设计的一些抄袭行为 然后被全线下架了 还有的就是被网友说 他是靠父母在行业内的关系而上位的 就连他的穿着打扮 都被很多人恶意的重伤批评的 而Everything I Wanted 这首歌要讲的就是 他被指靠父母上位这件事情是相关的 那饱受这么多社会压力下 Billy呢 就创作出这首歌 想要表达自己的那种无奈以及空虚感 那同时呢 他也想要向外界去传达一些自己的理念信念 对于这首歌呢 Billy其实最想让听众 完完全全的站在他的立场上来解读 请注意哦 是完完全全的站在他的立场上 也就是说他是希望听众呢 可以模拟或者是假设自己 就是Billy的一种状态下 来聆听这首歌 那从MV整体的那种色调 还有氛围啊 看起来 你或许会以为这是一首 比较负能量或者是沮丧的歌 但是呢 却恰恰相反 因为他反而呢 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 那他到底 是有多这么个正能量啊 那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品一品吧 我现在就给大家简单的进行一下 品尝这首歌之前的一些引导 首先呢 我们按下播放键以后啊 先想象自己呢 是已经坐在车子的副驾驶座上的 然后前奏 我们先是听到一段 会呼吸的钢琴旋律 然后接着进入主歌段落的时候啊 魏玲 他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贴在你的耳边 向你倾诉自己内心深处的空虚和疑惑 那歌词大致的意思呢 是 我曾有个梦 我也得到我想要的了 但对于某些有心人来说 或许是场恶 那意思呢 是说 虽然自己拥有了一切 但却仍感到空虚 然后一直到一分二十六秒的地方 歌词啊 就写到 但是 当我梦醒的那一刻 是你陪伴着我 那这里所指的 你说的其实就是 哥哥 然后呢 就是从副歌开始的歌词 基本上呢 写的都是 哥哥在向他表达的内容 就是站在哥哥的立场上面 在表达的了 那包括他如何去慰藉 比利 去安抚他 去提醒他 等等的内容 然后这里啊 中棒的来了 就从两分十五秒的 这个地方开始啊 比利呢 便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那在这里啊 歌词是怎么写的 他们称我为弱者 就像我不只是偶人的女儿 那其实所要说的 就是他不是被指责 他并非靠自己的实力成功的嘛 是靠父母的嘛 然后从三分零五秒开始 MV里啊 我们就看到兄妹两个车子 在渐渐的沉入海底了 那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都抬起头 然后看都仰望着那个海面上 水面上的微弱的光 在这里他就好像在暗示着说 他们两个人呢 都想要脱离外界的那种干扰声 去寻找另一片更宁静的地方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我个人判断啊 这首歌它获奖的最关键处啊 是在于 它给听众的带入感的那种 高度真实性 也就是说 它不仅仅啊 是把你带入歌曲的意境 而且它给你的那种真实感 身临其境感呢 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那种境界了 那想要真正的去品到这首歌的味道啊 其实呢 很简单 大家只要简单的遵照 下列几种几个要求就可以做到了 那第一个呢 就是你必须使用那种入耳式的耳机 就这种直接插你耳朵了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关上你手机的一些消息通知 然后播放的音量呢 要适中 只要调到自己不被外界的噪音干扰 这样就可以了 那第三呢 就是你房间的那个灯光线啊 最好就 可以温暖一点是最好了 那如果你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始吧